來這邊上課,最主要老師教給你什麼? 你有沒有辦法實際去運用 然後你再跟同學一起互相演練 去發現你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今天你們會來報名上這個課 我們都是想要讓自己怎麼樣? 變更好對不對?更會講話對不對? 所以姊姊你不能緊張 因為你一定是要來這裡 你就是要有所成長有所收穫我們才回去 所以剛剛老師就說 我覺得你這班比較害羞 以前我去每一班 老師都會說現在有沒有人來試 想要來試試 真的帶上那個學弟妹 我我我 阿姊哥你不是喔 你是說他他他這樣子 不要老師是不是在我們上課 那個送麵湯來了 我們上課的第一天老師是不是都會勉勵我們 就是只要有所表現的機會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怎樣? 搶著上台對不對? 因為一旦上台的次數多了 你自己的成長的速度才會快 如果你永遠都是坐在下面看別人講 我今天看雅姨 你覺得雅姨很會講 你知道我在公司講過多少個成會 多少個會議 你自己主持過多少個大型的活動嗎? 你們不知道 所以那個都是慢慢慢慢累積上來的 那老師交給我們的東西 我就說你們現在很幸福 因為你們現在的教材非常的豐富 你想看看我們兩年前 老師他累積上課的經驗 一定沒有現在交給你們的多對不對? 那累積了兩年 我們的學員的就是分享、回饋 老師他在精進他自己的教材 到今天為止他上給你們的東西 一定比我們兩年前的還要好 那兩年前的我一路走到這裡 我都可以這樣子在台上談談合談 你看我都沒有做小抄有沒有 我沒有打抄稿 我都可以這樣子一直講 那你覺得你們做不到嗎? 可不可以真意? 那我會希望你們還有一堂課 還有下午的課 就是不要忘了你當初繳學費的初衷 我就是因為已經在我原本的生活模式裡面 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可以成長了 對不對? 我才進來這裡 那已經進來這裡了 我就要努力去抓住每一個可以讓我成長的機會 這樣好不好? 先生來這邊 我就會真的希望你們 能夠把老師這座寶山盡量的挖回去 這樣好不好? 好 以上就是我給大家 不能說勉勵 就是講一些我自己的經驗跟心得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在髮時 trás ías 那你 這邊 過你 好 disabilities 都有